欢迎回来 今年获得台北电影奖 观众票选奖的电影 太阳的孩子 改编自花莲港口部落的真实故事 原住民导演 Legasumi记录自己的妈妈 当年回部落 却发现太多观光客涌入 部落变了调 甚至有财团要收购部落的土地 要盖饭店 后来他决心富裕荒废的梯田 为下一代守护家园 这部纪录片感动了导演郑友杰 他因此跟导演Legasumi 联合指导这部电影 太阳的孩子 他要跟大家一起思考 卖地换进步 到底是不是部落生存的 唯一出路 原住民歌手阿洛 饰演来自原乡部落的母亲 他辞掉台北工作返乡 却发现部落因观光发展变了调 决心富裕荒废梯田 为族人找出路 其实就是把在那个地方 发生的一些事情 以及在周围的 其实整个东海岸 很多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融合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家庭的故事 虽然这部电影是在讲一个原住民的电影 但是其实你退一步看 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台湾 各个地方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妈妈 妈妈来给什么妈妈 因为我跟留心许愿 希望阿公的病不要好 你怎么会许这种愿望 这样子你才可以留久一点 电影探讨台湾偏乡 人口外流 文化传承和土地正义等议题 其中富裕梯田的经历 就是来自导演乐嘎淑米 拍摄母亲的纪录片 海盗米的愿望 我被那个纪录片感动到 然后我觉得 其实这种精神 这样子的 这样子对土地的一种态度 正是现在 现在的我们 现在的这个社会需要的 他想要创造一个 属于部落的一种 永续的东西 而不是让部落 就是面临到 只有开发 只有观光 然后人口都不断地往外流 都没有就业机会 他想要创造的是一种希望 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究竟还要忍多久 电影《太阳的孩子》一半以上是素人演员 两位导演说 阿公阿嬷都真的经历过类似事情 片中足语台词 就是他们讲过的话 所以那个东西很真实 你会觉得那个情感很真实 那不是我导的 不是因为我去指导或怎么样 那就是他们 导演希望大家看过电影后 都能找到想保护的东西 其实我就是一个 在都市里面长大的人 都还是 你还是会感受到 我觉得那已经是变成人的本能 你对土地就是会有一种 一种疼惜的心理 看见片中荒废的农田 接上水源 再度长出绿油油的稻米 电影要富裕的不只是梯田 还有人心 阿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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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